继续是阿里的业绩 昨晚公布了截至3月底的季度和财政年度的业绩 上季其实是由盈转规 蚀了近54亿8千万 主要是受到反垄断法的罚款影响 如果说是剔除罚款和其他项目的话 阿里的经调整盈利增长了1成8 去到262亿 就差过预期 也可以留意一下 阿里的管理层有提到 2022年新的财年 所有的新增利润和额外的资本 都会用在商家和新业务投资那里 似乎是否意味着 新一年利润会是零增长呢 昨晚阿里在业绩之后 美股也急跌了 到差不多$200的水平 怎样看出到业绩又不太好 而管理层现在的新策略 可能大家怕在短期内的高增长都不复存在 股价会不会在香港这边 我认为$200也收不住 我想有机会可能穿下 甚至乎 暂时看上去股价 就算穿完之后也好 也不要太预期有很强的反弹 我想可能维持$200 这些位置继续拉脚上落为主 因为始终要看业绩和业务前景 去估计估值的合理性 如果刚刚这份季绩上说 其实本身的收入大数增长 比预期好一点 但如你所说 竟然亏损 但刚才你提到一点 就是因为有182亿的罚款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季会入仗 其实你扣回所谓的经调整之后 都是比原本的行业务价值为之低一点 其实也反映到本身的本业 就是可能电商这些增速来计 其实都慢慢慢慢下来 因为其实近这季 刚刚这季业务也记得到 它比较多 如果说零售那边 其实是下沉了去三四线的城市 那里有新增成七成的 但你下沉三四线的时间 其实本身 你过去打的定位 都一二线为主 三四线其实可能大家熟悉的 比如平多多的那些或是多些 你进入市场的时间 没错 可能增速会快 但问题是利用空间会低 因为始终水平上说 对比一二线都比较低一点 竞争也大一点 所以你见到 经调整后的盈利增长是慢一点 其实都跟这个因素有关 但是你说 在展望上是怎样看呢 始终我觉得 那么公明一点 我觉得 你说他把这些赚回来的钱 全部摆回到商家或新业务投资 其实是一个挺正路的做法 或者这么说 因为始终我想大家都知道 现在经常说一些新经济股 科技股 受到内地的反洞队监管 什么二选一 甚至可能社区团购 不知道怎么办 意味着这几范全都是你本身的本业 全都中了 其实意味着这样看 就算这一刻要罚 可能罚了也好 但意味着这两三年 都比内地可能会提到十一十 意味着本业 不是说不让你做 但你就不用只希望有太高的增长 但是你那边商 如果这里没有那么高的增长 但也有钱赚到回来 但是你那些资金回来之后 你不找些东西去投放的时间 其实你是只放在那里 所以反观 它旧业务又不能再投放 但是拉高的增速 反观来说 你只能选择一些新的投资去做 所以这是可以说 唯一他们用他们资金用途的出路 的确同意 你说选择新业务的投资投放 是会牺牲来近几年的盈利增长 例如以腾讯为例 其实前几年腾讯也有很多特别新的投资 曾经令到各别的年度季度业绩 是增速慢了 我想有机会在未来这两年 可能在你身上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甚至乎要等 等到1、2年之后 当监管 因为之前大家都知道 可能帮你2、3年 然后2、3年之后 假设监管又开始松开了 如果你比较守规矩之后 本业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以来这些所谓的投放 都是2、3年之后可能慢慢收成 其实到时增速就会快 但这就要时间 所以以这一刻来说 或者这一两年来计 现在大家对股值的预期 可能只能给到大概20-30倍的PE 所以如果以这些位置 就算是比较合理 所以我刚才开始说 为何我觉得股价 可能暂时都会维持200多元 这些位置 不会有很高的上升 即是要上升300个 或者再高一点 所以我想真的会比较难 要等那些刚才说的新的投放 慢慢有贡献 慢慢收成的时间 才能做回它的效果 所以我想暂时都是200多元 这些位置